大家好,欢迎来到每一位精选 在这个姓名里面,姓氏有很多 我们有一个筛形区姓黄的,姓李的,姓张的 这三个姓的员工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采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 首先我们点击 然后在里面搜索黄 确定 那么姓黄的就全部筛形出来了 我们再筛形姓李的 同样的选择李,去收李 那么这个时候要将 将单级属性内容添加到筛形区 这个购上 那么姓黄的姓李的 就全部筛形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我们再收 将单级属性内容添加到筛形区 确定,那么黄李 当这三个姓的员工 就全部筛形出来了 其他军事的员工就不把筛形出来了 这种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快捷 也非常的方便呢 好,大家收获了没有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